那么这个大白沙也不例外 故事呢讲的就是说这个一片海滩呢 这会儿结果海里有一个吃人的大鲨鱼 经常过来拿人呢当夜宵吃那么来 结果后来为了能够让这片海滩呢 继续发挥旅游作用挣钱 老板请人呢把这大白沙给杀了 就这么个故事 拍得倒挺吓人 但是没花多少钱 我刚才说900万美金 结果最后全球捞了四个多亿美金 什么人捧的场人 学生 因为暑假期间那学生放假太多了 这些学生呢闲着没事啊 追求点刺激年轻人爱热闹 正好有这么个惊悚片 请和孩子胃口进电影院看 结果这庞大的学生军团 把这电影院票房给成去了 就自那以后 美国搞电影人一琢磨呀 这些学生军团还不可小觑的 他们有一定消费能力 因为那个时候呢 美国正赶上婴儿潮 二战之后 一波新出生的孩子 而这些孩子呢 大概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 这些婴儿潮 他们在七五年前后呢 成长起来了 十多岁了 二十岁左右了 正这个时候 是对电影消费的一个高峰期 而且都在上学的时候 一放假都被电影院去 所以就说暑期党呢 他也是美国呀 婴儿潮的人口红利 带来的一个电影消费现象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这开始行内也知道 哦 这还有个暑期党 学生消费能力不可小觑 那么中国什么时候有的呢 比较晚 暑期党呢 真正概念提出应该是2009年 那个时候暑期的时候呢 呃 有两部这个进口的片子 一个是哈利波特 与浑血王子 还有一部是变速军钢二 那中国学生有消费能力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呢 这个就和我们常说的 80后90后有